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讨论了一系列的勤资 着重的主题是在网络威胁 但是对于是否采用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5G系统设备 成员国中是存在歧义的 目前美国 澳洲已经明示会禁用华为 但英国 加拿大的态度至今仍然模糊不清 据悉华为的封杀令是从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去年遭到加拿大政府逮捕 并在今年1月底遭到美国司法部一23名 23项罪名起诉他孟晚舟及华为 并在3月启动引渡程序 对此加拿大和北京当局的关系就降至冰点 那么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表示 加拿大政府还需要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讯 才能决定是否禁用华为5G设备 预计会到今年10月21号 加拿大联邦大选后才会定下结论 其次 英国政府也针对华为问题进行了讨论 他也表示说在确认美国政策对华为政策影响明朗化前 会做出关于华为的具体政策 所以就说暂时还是没有一个结论了 是 当然这个看得出来此时此刻 大家对于这个五眼联盟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五眼联盟的五个成员国 对 哪五个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还有我们新西兰 是 那话说这个五眼联盟 其实它最早开始到没有纽澳 就没有纽澳 早年是英 美 加 那什么时代呢 是在二战的时候 1941年呢 当时他们是盟军 那在这个盟军作战的时候呢 大家有一个情报的互换协议 比如说英国军情六处 对不对 美国有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 大家在互换情报 那换了换了呢 这个二战就结束了 发现在合作的期间呢 这个双方啊 大家可以省了很多力气 好 那到了1945年的时候呢 二战结束了 那这个美国啊 就发起说这样干脆呢 咱们再把这个澳大利亚 这个纽西兰呢 拉进来 我们就变成五眼联盟 主要是一个情报共享 对 情报共享 但是呢 这五眼联盟啊 具现在已知的资料 实际上它有责任分工 以这个地区跟对象做了分工 就它是根据不同的地区来分 就是不同的情报由不同地区进行搜集这样的嘛 对 举例来说 纽西兰当时负责监听南半球所有驻外大使馆的通讯 啊 这业务 是 南半球 对对对 比如说呢 这个加拿大负责监听莫斯科啊 什么苏联啊 对不对 冷战嘛 因为二战之后进入冷战 对 那这个五眼联盟呢 当时还真的很忙 突然之间呢 大家呢 就开始互就开始各自分工啊 对不对 开始监听 交换情报 那当然来说呢 这个都是因为那种美术冷战嘛 对不对 大家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要发生的话 那绝对呢 是西方国家对上东方国家 对我很好奇 他怎么会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他们那个 他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是 央格鲁撒讯人 OK 都是都是欧衣白人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一拉呢 就什么 这个堂兄啊 表弟啊 因为我们相当于体量还算比较小 澳大利亚还算比较大 就像有人开公司 对不对 就把自己的什么哥哥姐姐啊 爸爸妈妈都拉到公司里面来 一样的道理啊 他们呢 这个央格鲁撒讯人呢 你看在从英国到了美国或者到了加拿大 又来了澳大利亚 纽西兰 对不对 所以讲起来呢 他们的爷爷的爷爷就是一个都在英国 所以他们的关系啊觉得比较紧密 那连那个什么后来的什么法国啊什么都没放进来 他没有把他放进来 但是在现在报道里头就是说像他五眼联盟 但是会把自己的情报资讯 尤其是对中国的情报资讯 分享给德国 法国 然后日本等国 然后合起来就好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 对这样的一个墙 但叠对叠永远是呢 我觉得该给你一些就给 不该给的不会给你 对不对 你不该知道的不会知道 所以呢 实际上我想很多人在纽西兰旅行的时候呢 到了南岛的北边啊 在这个乡间道路上呢 你突然会看到身后这个巨型的这个雷达 罩着它罩住的啊 那你别觉得奇怪说怎么山谷里面呢 这个在涂头酒庄旁边啊 还有两个大白球啊 那个是监听站啊 当年啊 当年 那随着时代的改变呢 现在五眼联盟呢 比较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关于啊 五基时代的来临 对 对不对 早年没有什么手机啊 什么一基都没有 对不对 基本上听的都是什么 无线电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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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从二战人时期开始 对不对 就听人家无线电波啊 什么打电话啦 发什么传针啊 或电报 从那里面呢 去看敌人啊 有什么风吹草动 对 早期的信息传递 但现在比较伤脑筋的一点 是已经从三级到四级到五级的来临 还不止 从互联网开始啊 是 听说这个五基 这个整个五个国家就开始要加码 不断的在加钱 加人 为什么 现在有这个互联网一开始 大家有了那个邮件 是 email 对不对 开始了社交网站 什么这个那个 那你想那个资讯量是以前的大概万倍 每一天 肯定是数以万倍 甚至亿倍要去记得这种数据的流程 大家就开始 他们就开始分析啊 怎么样怎么样 从这个人工到现在是机器人 去识别这中间所有的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好 接着美术冷战结束了呢 大家以为是不是可以收摊了吗 对 对吧 但又没想到呢 恐怖主义开始了 911 对不对 弄得大家呢 又觉得说 不敢掉以轻心 接着呢就看到那遥远的东方 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叫什么 中国 对 又起来了 对不对 好 大家一看 哎呦 那这下要听听中国在干嘛 对 又忙得要死 所以而且情报组织 因为他获得就是最新的那些消息 所以他们一定是 像5G现在肯定是最潮流最新的 最有力量的 他们也一定要有想办法去掌握 因为5G当中最牛的那个大哥叫 华为 对 那华为建的基地战 那如果在这个五眼联盟当中 对他们来讲呢 他们就觉得会不会是特罗伊木马 对 木马屠城记 大家看过 对不对 会不会是这样 就人躺在木马里 改天呢 我们在那边情报互换 人家华为呢 基地台呢 就全部回送 他们担心这样 就相当于美国 他一直就是说华为走后门嘛 但是不管经历了 经历了很多安全检测 好像目前也没有得到一个 好 所以这一次跑到英国开会 是因为英国刚刚换了首相 对不对 换了首相上来之后呢 特雷沙美啊 在任内的时候 卸任的时候 他就说啊 华为啊在英国是 就放了 开绿灯了 是 放行了 那当时呢 有一个这个国防大臣啊 出来就跟媒体说 哎呀我们在内阁会议啊 已经决定啊 给华为开绿灯 对他就提前泄露了这一消息 结果呢 结果就直接被罢免 对啊 那那个首相说 什么嘛 对不对 你简直是拆我台 对 file你 对不对 虽然我也要下台了 先file你 好 那回过头来 现在的这个首相 约翰逊 约翰逊啊 约翰逊啊 听说啊 他正在呢 这个这其他四个国家 应该其实就是美国了啊 对 希望呢 他反悔 当初特雷沙美说 开绿灯对不对 对 现在你反正那个人已经走了 对不对 那美姐都回家了 那来 而且约翰逊 约哥 那你看看能不能啊 开红灯 是他跟 好像他跟川普的关系 一直都还挺好的 川普不是都夸他吗 是 说这就是英国的 跟我一样 他是英国的特朗普 对不对 他们两个都是 当时在选举 在约翰逊 就是能当选之前 川普就大力支持他 对呀 然后呢 一天到晚发推特 夸这个人好啊好 好 不管怎么样 现在约翰逊 有个最大的压力 就是来自美国啊 要他对华为啊 再开红灯 八成要他开红灯 可是一个国家 他已经就是给你 这个企业开了绿灯 你不能 就是朝令夕改啊 这种东西 不要脸一下就好了吗 反正都不要脸 是就慢慢不要脸 就过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这个当然约翰逊 有一定的压力啊 但是五眼联盟当中呢 这个对于华为 这个事情 大家现在 其实每个国家都知道 你这个基地台的建设 华为的建设 是刻不容缓的 这没得等 你绝对不能等说 我再想想 我再看看 最好呢 这个怎么样 怎么样 因为华为的建设 这个5G的建设 有一个概念 5G不单单只是 打电话 看电视 放影片下载 它最重要是 AI人工智能 未来一个最重要的趋势 是 哪个国家 先把5G啊 全部建设完成 哪一个国家 将来在世界上 就引领在前面 对 其实不只是只有 华为在研究5G 其实全世界 他们最新的那些 都是在研究5G 但是问题是 华为在5G上面的研究 说至少是比其他的国家 要高两年以上的水准 因为任正非就看到这点 他就知道当年呢 大家在做4G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 很多4G的基地台啊 都是华为的设备 那当时任正非 他就知道 这个是啊 一定是一个 只是一个战时 不是永远 对不对 所以当时呢 他就叫他的这些 手下这些科学家 什么就研究的工程人员 就说我们来研究做5G 好 那当然当时 全世界都没有5G 所以在后来全世界 在制定5G标准的时候 因为大家必须要 全世界各个国家 要协调嘛 对不对 否则你这个5G啊 到了别的国家 就不能用 对必须要有这种联合的 就是 基本叫什么基础建设 要先用 不是不止基础建设 他们里面的语言啊 是要通的 它的架构要一样的 对不对 就像你拿的苹果手机 你在纽西兰用 你回中国 你还是可以用 它那个电信规格 要相容 对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呢 因为华为走得早 所以它专利多 所以它提出来的时候呢 有很多在上面就定 就成为一个国际标准 对它在5G这上面的 可以说是国际标准体系的 这样一个领先值 最多的 对最多的 好 那现在来讲呢 而且华为啊 它的5G的基地台的概念 是在现在4G的基地台上 做一个升级 就能四变五 但是很多 那个品牌啊 他们做这个5G基地台 是必须呢 重新盖一个基地台 那个4G的呢 就废了 没有 那基本上就会损 损失大量的人力物力 钱嘛 对不对 就很多 所以这个华为 有一定的优势啊 当然来讲这一次的会议呢 让这个大家来看呢 这个很多国家伤脑筋 因为你这个能省钱 最重要 对不对 然后动作要快 很重要 在美国一直施压 澳大利亚是已经表态 说不用华为 对不对 但我们啊 纽西兰到现在 也没有表态 没有很明确 因为啊 如果你记得 在去年的时候 当这个Spark 这个电信公司 说要跟华为合作的时候 这个政府啊 国家通讯安全局 GCSB 对 怎么说 是直接就是禁止这一下 就是没有 他也没讲到 但是他说要进行审查 就是你要送来给我批一下 对不对 那换句话讲呢 那个批不批准 就看他了 对不对 不是一般的商业说 我今天决定买这个锅 你开餐厅 我要买哪个锅 还要问你吗 我自己决定吗 可是他这个也是等到第二次缓和了 第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直接禁用华为5G 之后呢 他又说 不 我们要对他进行审查之后 然后再看 压力 压力 那后来总理不是去了中国吗 对 一日游啊 是 回来的时候 口风 就说 哎呀 我们从来没有排除华为啊 是 对不对 那华为你要 Spark你要快点来送件啊 对不对 我们没有排除说 华为是不行的 对 我们只是要进行审查 要确保他符合这个安全程度 对 好 那这个一说话就割下来了 那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 未来呢 这个5G 华为啊 还有多大的机会 我们稍后休息 待会继续 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各位君主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政经纬 大家下午好 我是小雪 是 话说呢 英国啊 在正在召开的这个五眼联盟的会议啊 当然纽西兰呢 也派了这个代表去参加 对 但是啊 嗯 正在这时候 今天8月1号 对 纽西兰的电信公司Voltafon呢 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布 三大电信巨头之一 他怎么说的 对 Voltafon呢 就表示说 将在今年 也就是12月份 就启用这个5G网络 那 今天呢 对于Voltafon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因为他们在今天呢 恰逢他们完成了 将新西兰公司 出售给公用 公用事业投资公司 Infritial和加拿大投资公司 Breakfield 这两家公司呢 以34亿美元 从Voltafon的英国母公司手中 收购了新西兰公司 那Voltafon 新西兰首席执席官 Jason Burry就表示说 5G是远远超过了 4G的继承性和性能的 所以呢 Voltafon呢 就会在今年的12月 开始启用5G的网络 到了时候的话 会在奥克兰 惠灵顿 基督城和皇后镇 都开始推出5G网络 那他还表示说 这一宣布表明了 Infritial和Breakfield 致力于投资 新西兰的未来 这是许多举措中的第一个 而这些举措将表明 百分之百专注于 为所有Voltafon客户 和新西兰提供 世界级的体验 那Voltafon的国际业务 在英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 还有德国 也都相应的 推出了5G的服务 是 那当然也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Voltafon呢 这家公司啊 它虽然是属于 这个英国的 这个电信公司 但是纽西兰部分的业务 刚刚卖掉哈 那卖掉这个生肖的第一天呢 它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布 就直接宣布今年会起用5G 12月做5G 对 刚刚我们才在讲说 Spark这家电信公司呢 还在跟这个政府正在讨论啊 要用华为设备这件事情上的 还搁在那里 那没想到呢 后面杀出来一个陈咬金 对不对 马上宣布啊 我12月就有在四个城市 就有5G设备 没错 对不对 但是话讲回来啊 有些人就说 Voltafon何德何能啊 为什么可以绕过GCSP 对 可是他只是说推出5G 但并没有说可以推出华为5G 对 基地台就要建完 对不对 是 因为Voltafon呢 它在纽西兰用的设备是Nokia Nokia 在4G的时候 它用的全是Nokia OK 所以它现在在未来到12月的时候 它在四个城市 Voltafon的5G用的设备是Nokia Nokia Nokia 好 那当然呢 这个另外两大公司啊 一个叫这个Spark 还有一个叫Two Degrees 对 他们用的都是华为 在4G的时候 他们用的都是华为 好 所以对他们来讲呢 Voltafon就等于是抢了一个 先机 占有市场 没错 对不对 如果你用了5G 而且你绑了合约 对不对 就算Spark后来用的是华为 你也不能说 我因为爱国 我们的毁约 被罚钱都没关系 我要加入Spark 对 主要是因为它先行领先了市场 就占领了市场 就占领市场 对 所以这是一个呢 这个商业上的战略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这三家公司啊 都知道 这个5G的基地台啊 因为它是一个快速传输的 没错 跟以前的4G的这种 风潮式的基地台来说呢 它要的这个基地台 跟基地台之间的距离啊 要更近 更密 要更多 我以为会是更远 因为它能够传输的更多 因为它传输速度快 所以因为这个频率更高 所以呢 它要的是更近的距离 就是说你坐这个基地台 如果你要能够涵盖 在这个城市当中 譬如说以奥克兰来说 是 大概如果呢 你这个大概总要做个 大概500到1000之间 对不对 那这样呢 你的客人啊 他那个通讯不会中断 就不会出现断断续续 他会一直连续的 因为风潮式的概念呢 就是说你现在跟这个塔 在譬如说我跟你讲话 透过这个塔 但是我在开车 我走着走着到那边去了 这个讯号自动跳到那个塔 继续跟你通话 再跳个塔 再跳个塔 一直跳 那这个技术呢 就是风潮式 这个芯片里面啊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纽线的政府曾经啊 出面希望呢 比如说这个 叫三家电信 你们能不能啊 因为盖这个基地台很贵 对不对 是 干脆你们啊 合资 那我们来盖一个这个基地台 然后呢 你们三家来租用 OK 就是刘成家政府 把三大电信巨头 聚集在一起 然后提出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没有谈成是吗 大家都不要 对不对 因为总觉得呢 第一系统不一样 第二竞争上有问题 是 所以呢 这个你看现在呢 这个Waterphone 就不管了 什么合不合作 他自己跳出来 做 对 他就提前 那所以现在Spark和Two Degree 应该会觉得危机非常的重 但是你不要忘了 当他们两个联手的时候 如果华为的设备 又能过的话 将来他们超越Waterphone 不是不可能 其实在Waterphone提出了要推行 今年12月推行5G网络之后 Spark就表明会加速赶紧推出自己的5G服务 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 还是应该会是卡在被政府的审核 因为Waterphone已经卖这个华为的5G手机了 在卖 但是呢 买手机的人呢 没有5G的基地台啊 那买的跟没买一样 对 买的买来了5G手机 想用的还是4G的服务 是 所以呢 在纽西兰线再来讲呢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 必须快点占有市场 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Waterphone当然很快 但我想Spark看到今天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们也会加快脚步 因为这个Waterphone这个家公司啊 很奇怪 他在欧洲 譬如说在英国啊 他申请了几个城市啊 目前都审批过了 在西班牙 德国 意大利 对不对 还要做5G漫游 他的这个基地台的设备啊 他自己讲 我三分之一呢 都是用华为的设备 三分之一是用华为 因为呢 这个英国政府当时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核心部件 你不能用华为 对不对 那但是这个核心部件 还是这个 至少成本可以降很低嘛 所以Waterphone呢 他自己在欧洲 四个国家 用这个用的设备 是华为的 占了三分之一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边呢 他已经急了 所以Nokia就先上 所以他在这里头是 之前买的那三分之一 相当于他还是重新 从诺基亚购买了 因为毕竟来讲 Nokia这个 在研发5G的领域当中 他的技术各方面呢 还是比华为差 是 华为毕竟是现在最领先的 对 而且华为在做基地台的概念是 在现有4G上面呢 加设备 不要猜的 对我有看他们有一个装 5G的视频 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只要一个人工 就可以去把原本的换成一个比较 体量也不是 就大概这么大的盒子 就可以把4G变成5G 对 所以这就是华为的优势吧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电信公司说 哎呀我要用华为 华为 因为我在现有的设备 我升级 我马上就可以进入5G时代 那当然呢 这种竞争也看得出来呢 尤其在纽西兰政府现在的态度啊 很重要 没错 对不对 尤其是GCSB对于华为的审查 那到底我们在五眼联盟去开完会回来了 那是继续呢 这个反对华为 还是考虑现实啊 因为你毕竟我们先撇开什么中国威胁啊 什么时候 是 因为5G的建设是一个 你不能说我不见 必经之路 对我不能不见 对不对 好 我要花最少的钱来做最大的效益 对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哪一个国家愿意说 我只是迎合你美国的包围中国的概念啊 然后呢我不惜成本 明明有便宜的好的我不用 我去买个又贵又不好的 那简直就是完全就没有必要啊 对 所以这个都是现在呢 对于我们这种小国啊 在大国之间呢 这个真的是蛮难的 寻求平衡博弈的 怎么样找到一个能够更快的方式解决 也可能就是比如说 这个Waterphone用Nokia 然后Spark Spark 2DG 他们就开始用华为 我觉得其实我 我其实挺挺想知道 就是到10月份或者11月份的情况了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是美国还有澳大利亚 是明确表示禁用 那英国和加拿大是没有比较模糊 然后加拿大可能会等到他10月21号大选之后 那如果像加拿大那边提前有所表态的话 我觉得顺下可能我们这边也会更好 加拿大说大选 实际上呢真的是心中啊 在等美国 不是心里真的是哦的不得了 怎么讲 对不对 你要我帮你抓孟晚舟 是 我就抓了 接着呢 我自己的加拿大的菜籽油 对 就不能进中国 接着又这个又那个什么额毛 什么一大堆 就是帮了一下美国 然后有一种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 对 然后呢 我加拿大人在中国呢 又又怎么间谍什么都来了 对 好不好弄到呢 最后呢 这个孟晚舟呢 就卡在那个地方 是 所以哦 加拿大现在实际上说穿了是以退为进 等大选等大选 再说吧 对不对 我拖得越久 你越急 对不对 我就不答应 其实整个局势好像大家全部都是在等美国这边的资讯 但是每个国家又有自己跟中国这种关系 没有 因为五眼联盟啊 这个东西的概念呢 当年是为了防堵这种所谓 说穿了就是共产主义啊 嗯 但随着苏联的瓦解 这个中国也已经做了一些改变啊 不再像当年70年前啊 那种那种敌我之间已经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那到了今天的时候呢 这五眼联盟的定位 第一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人就在问五眼联盟还没有存在的必要 是 对不对 第二 你的敌人是谁 对 你能说出来吗 对不对 你的目标是谁 而且现在个人的观念呢 越来越 就是比较高涨 是 你这个五眼联盟啊 动不动呢 在这个大数据库里面呢 海捞资料的时候呢 你会 就在侵犯个人隐私 对 而且 你看像现在美国是完全是以 大家都是五眼联盟的同盟国 所以就相当于有点绑架其他国家 必须要跟随我的步调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就不可以享用五眼联盟的资源 或者是说情报资讯的共享 就有一种就是你既然入了我的群 你就必须要按照我的群规则来做这种感觉 群主比较凶一点 对群主非常的强势 但时间已经在变 世界在变 未来的五眼联盟啊 真的应该慢慢去想他的下一步是谁 而且你想过去是因为有这种所谓的 假想敌 假想敌吗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到底谁是敌人 是中国 是俄罗斯 对不对 有说五眼的对面 该谁呢 还是说是火星人 对不对 你总要有一个对不对 如果现在这个时代改变 我刚刚前面讲到 还有个人隐私的部分 因为现在五眼联盟啊 他们用的一种就是机器人啊 在茫茫的这个大数据库当中呢 用一种海捞的方式 捞 对不对 举例来说 你如果在网上 你就Google啊 这个炸弹制造 保证很快就有人找你 对他会知道你搜索这方面 然后就把你列为可能的恐怖 他就来问你啊 你干嘛要做炸弹呢 对不对 你要去做什么事啊 就盯上你了 但他怎么来的呢 他从关键字 这谁发现的呢 这个电脑 这个AI啊 机器人 他就发现 有这种关键字 不正常的频率 或是一些什么奇怪的字眼 但其实这样 一定程度上来说不是坏事啊 侵犯隐私啊 但是如果能够杜绝一些重大危害 也不是一个坏事 对啊 所以常常讲嘛 以个人的这个隐私 跟国家安全 怎么样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你不能说以国家安全呢 我们就不要个人隐私 对不对 个人的权益通通牺牲 因为有国家安全 但是你反过来讲 这个国家是有人啊 没有人这怎么叫国呢 对不对 那怎么在个人隐私 尊重个人对不对 还有尊重国家安全 然后找到平衡点 对不能每一次都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 就永远的去牺牲说 你们不能用5G为了国家安全 那个帽子太大了 你扣上去对不对 你换谁都翻不了身 对大家没有办法说 我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 我还硬要用5G来体验自己的个人感觉这样的 对好 讲到这里呢 我们收拾休息 待会回来之后呢 看看呢 前两天 对不对 越南呢 跟这个中国在万安滩呢 的对峙 从7月到现在 还都没有解除的迹象 对还处于对峙中 是 那菲律宾呢 又出来这个叫了 没错 到底问题在哪 我们收拾休息 待会继续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各位金总哥 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第三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好 我是小雪 是 我们把目光呢 再拉到南海 因为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关于啊 这个越南对不对 万安滩 万安滩对不对 跟中国啊 现在还在对峙啊 双方 那当然跟这个海底 运厂的石油啊 有一些关系 这个中越之间呢 有些矛盾 没错 但是话说此时呢 在这个南海旁边的菲律宾啊 对 中叶岛海域 这个菲律宾怎么说的 菲律宾呢 国家安全顾问艾斯碧伦 就在31号 就表示说 在过去几个月来 中国军舰没有提交外交申请 就通过了飞国的南端 另有113艘中国船只 集结在中叶岛海域 对此 菲律宾已向北京当局提出了外交的抗议 而他 这个事情 其实在31号是他发表这个 提出了 开了一个会 提出了有这样一个抗议 但其实之前的时候 菲律宾的国防部长 罗伦沙纳在25号就已经表示 这两个月以来 四艘的中国军舰通过了飞国的南端的西部图海峡 但事先都没有向当局提交外交申请 并且他在这个发布 艾斯碧伦在昨天进行媒体简报时说 他对中国113艘中国船只集结在中叶岛海域 已经请求自己的外交部长陆辛向中国提出抗议 并且他表示说受恶劣气候的影响 大部分的中国船只已经离开了中叶岛海域 到附近的储币礁 躲避风浪 那么他现在表示说在31号的时候 在30号的时候在中叶岛附近的海域 是只看到一艘中国海巡船和三艘中国的渔船 是 所以整体来说看得出来 这个南海不安静 对不对 好我们当然在要讲南海之前来看这张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绿色的部分是菲律宾 那之前这个争议比较大的黄岩岛 是 也在这个位置 对 中叶岛呢 这个再下来一点 比较靠近巴拉旺岛跟这个文莱的方向 其实跟我们昨天说的万安滩 其实隔得很近 万安滩在靠左边 对但是在同一个维度线 都在南海这一带 那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呢 各位稍稍留意一下 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不管中国跟越南的这种矛盾对峙 到菲律宾今天的这种抗议 看得出来呢 这两个国家还是很珍惜啊 跟中国的关系啊 不要翻 怎么讲 没有到那种 比如说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啊 什么严重抗议啊 或是呢有那种排华反华的行动 还没有 你说他还在克制压抑自己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这个这个有人说是弱国 无外交 对不对 但是各位稍稍回顾一下 在这个过去那么长一段时间 这个在西沙海战 我们讲远一点就讲西沙海战 到后来在南沙啊 有一些冲突啊 实际上呢 中国本身啊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啊 距离南沙太远 最近的啊 从海南过去都要1000公里 那对于这种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就算你派飞机去啊 也没机场处理过 就晃一晃就回来了 对不对 不然就掉海里 第一 第二 这个船舰过去呢 还有一个问题 补给啊 那你这个啊 过去在那边跟人家僵持 这个粮食跟水 对不对 这也是问题啊 所以呢 大概大家稍稍留意一下 在几年前啊 中国呢 就发现 它始终在南海 那么多年来啊 有这种施展不开的问题 对 有种山高皇帝远 去不了的感觉 对不对 人家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就能怎么样 就没辙 好 所以大概这个稍稍在 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 我记得啊 中国呢就决定在南沙 这个海域啊 对 找七个礁 进行海上这个民兵的建设 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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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变岛就变岛 上面还盖机场 没错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军机 还放什么红旗9 反空飞弹 基本上就是海上的那一套需要的 能够基地都已经在岛上建立起来 换句话讲 中国在南海就多了七个不成的航母 是 对不对 像航空母舰一样 你不要看这七个胶变岛 对不对 就等于是 这个比美国还厉害 美国每次都来一艘航母舰 对不对 它有七艘 而且不会沉的 对 对不对 的航母在南海 那在那一分钟 整个南海的局势呢 就开始翻页了 对 就基本上不可能再出现说 这边如果有人骚扰一下 或者跳一下 中国就基本上马上就有兵面 你赶不过来啊 对不对 等你知道你再赶来 人家都已经把你给占了 对不对 好 从那一刻啊 这个其实周边这些国家 心里也清楚 所以我们应该还记得 当年啊 在这个就是这个黄岩岛 是 闹得很凶的时候 菲律宾说他的 中国说他的 到最后呢 还去这个国际法庭仲裁 对不对 当然啊 这个中国呢 虽然在这边做这个不成的航母 是 但是啊 中国也没忘记 这个美国一向喜欢用的这种战略 叫胡萝卜加大棒 胡萝卜加大棒 给个甜 给就是给个糖再打一巴掌 不是 那是怎么讲 你要胡萝卜还是要棒子 你自己挑一个 是二选一 对啊 那你听话就胡萝卜嘛 不听话就棒子嘛 对不对 好 那但是中国呢 现在呢 在整个东盟当中啊 因为这两天东盟啊 正在召开外长会议 对不对 连这个美国国务卿啊 蓬佩奥也要去 对 8月2号明天啊 要演讲在泰国 是 好 那当然呢 这些中国在东协 10加3 10加6当中啊 实际上跟东协贸易往来啊 现在东盟啊 整个东盟啊 就东盟当中啊 他的贸易额占中国 整个对外贸易的排第二 那其实是非常 大啊 第一美国 第二就是东盟国家啊 对不对 表示中国啊 愿意什么 跟东盟国家做生意 嗯 那换句话讲 就是照顾你嘛 是 对不对 这就是胡萝卜嘛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些国家也知道呢 现在南海啊 就是要翻页了 是 对不对 不再像以前呢 这个就去了 可是他菲律宾就是他 不断的向北京当局提出这个抗议 但是北京 这就是大家这个 国与国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啊 就是比较理性 透过外交程序 对不对 他没有说呢 我调军舰 OK 然后我去包围中叶 我跟你干 因为中叶岛是菲律宾战了 对不对 是 好你渔船来 我就用那个军舰去把你渔船撞成 驱散你 他不敢 因为他知道 第一军事力 第二看在经济上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个南海现在的局势啊 所以蓬佩奥这一次为什么 这个东盟国家外长会议的时候 在泰国这两天 对不对 是 他一定亲自要去 非常重要 因为当年啊 这个美国觉得整个南海这边周边国家 基本上我都hold得住 什么越南啊 菲律宾啊 文莱 马来西亚都搞得定 对不对 都听我的 是 但现在看来呢 大家好像呢 就没有那么容易 也觉得说 我们跟中国关系还不错啊 我们贸易很紧密啊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岛那么多 对不对 也还好啊 对不对 他要就给他 那 也就是说 戴卫老师您的意思说 其实他提出这样 抗议反而还算是比较友善的 在我看来 我觉得像 不管是像越南和中国的对峙 还是菲律宾提出这个 这两个看起来都是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觉得都是在 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 不是 没有升温 但你有的东西 你不能不讲 也要 你要对自己 因为政治人物啊 就说越南的政治家 什么马来西亚的 什么菲律宾 那个尤其杜特尔特 他一定要跟他选民 也要交代一下 对不对 你说 人家渔船来中叶岛抗议 你总统坑都不坑 不行 要讲一下 不行啊 你们能不能来啊 对不对 行 对不对 就说你姿态要表一下 但是呢 大家心里有数 你这个大朋友啊 不能得罪 但是最重要一点 随着整个南海的矛盾啊 已经翻页 已经翻页 中国现在应该很清楚 你做大国 你要在这边当大哥了 对不对 是 要有大国的风范 所以中国在这个上 没有表示任何回应 没有回应啊 对不对 你也别升高 说渔船 我派什么军舰去护航 就是并不用在意这个事情 抗议 那个渔船 你们就去别的地方捞 过两天再过来 OK 说去避风了 对不对 现在有没有船 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 对嘛 他表示说只看到一艘船 对嘛 就是在这个节点上 你就大家都 就这样 就好 你抗议好 我的渔船在哪儿没啊 就这样 就好像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两方只是说点到极止 这个高手过招就这样 意思意思 不要翻脸 大家不要弄得不愉快 因为呢 生意还是要做 对不对 所以整体来看呢 这个中国未来在南海 应该从2019年开始呢 做了一个完全的改变 算是呢 这个一个新的 篇章 新的篇章开始 但是最重要 大国的风范 你必须要有 因为呢 你要知道 这个当老大 对不对 下面带了一堆兄弟 基本上照顾兄弟 OK 对不对 我想中国应该很清楚 这个什么事情呢 自己都吃亏 因为老大一般呢 这个黑社会老大 是 带小弟出去吃饭 都是要买单的 哪一小弟买单啊 都大哥买单 对不对 请大家 大家才跟老大 对不对 吃香喝啦 那美国有买单吗 以前是美国买单啊 OK 对不对 现在中国要照顾他 但是来讲 这亚洲的问题啊 应该还是回到亚洲 来解决 是 对不对 那也希望呢 这个地区呢 这个大家能够更和睦的 相处 不要再有战争 就不要剑拔怒章 对 不要剑拔怒章 就点到极致就好 点到极致好 那我们点都不要点好吗 好